同学院上课啰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八字 丁丑丙武 丙申 葵氏 这是一个男命 他来讲 他在说 他在 之前被人家叫到公司里面去 结果到最后被人家file了掉 各位 里面有很多他的讲法 但是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八字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让他被人家file了掉 这是在庚子年的一个情况 他是在庚子年物质的时候 出现了这一种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在这一年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知道 他就是一个什么 甲 去生丁丁火 去克庚金 各位 天干他是一种破财的像 那地支 职丑合 然后他出现了四申合 所以就是五火生成土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知道 他的一个八字里面 他的财运 他的官运没有太大的问题 可是为什么他还是依旧面临到了 所谓被人家file了掉的这一种情况 各位 为什么 其实在这一边就是我们常常讲 榴年搞的鬼 他走榴年走什么运 你就要特别注意 这时候榴年他走的是什么 官运 所以 这时候这个官运在这一年他就要注意 尤其榴年被合住的时候 榴年被合住 他是无法发挥作用 被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 他就等着待宅 所以其实你的榴年被合住的时候 这一个运程他是无法动弹的 所以我们会知道 为什么在庚子年的时候 他的这一个官运 是很糟糕的 而且他已经 他说了 这是在年底那时候 他提出来的 他在年底提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被人家fire过一次 也就是说 再加上这一次是两次被人家炒鱿鱼 所以各位 我们就会知道 当榴年 我们之前所讲的 合克定吉凶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合克定吉凶 当然只丑合 陈玉 来讲 我们就已经知道 因为他的丑是直接已经合了 所以就比较不会影响 但是 这三个很有可能就会是他被fire掉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这个八字 来讲 他的重点并不是在 老师他天干的官运很好 问题 他地支的官运 却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危机点 所以他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榴年直接被合的时候 他是无法发挥作用 那就是等着被克 等着被克 所以各位你看 他刚好就是在此月的时候 被人家炒鱿鱼 所以各位 我们常常在讲一件事 当你的榴年是走什么运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注意 你不要把他当作用神 你把他当作是一种警告的意味 你心里有底的时候 你自然就不会走到最差的那一步 最害怕的是突然的跟你讲 你被fire掉 你什么准备都没有 这样子是不是对你 就是一种很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各位 你把榴年当作警告的意味 会比较好 当然他也会让你好 但是他毕竟总是会有受伤的时候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合克定吉凶 把榴年合克定吉凶 那你就会知道 你的榴年什么时候会伤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有最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